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越南造车品牌 在美国上市当天 市值达到了850亿美元 超过了大众和宝马 几天之后 它的市值甚至超过了2000亿美元 爬升到全球车企市值第三 仅次于特斯拉和丰田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 这家车企在2022年全球累计销量 不过7400辆新能源汽车 2023年上半年才交付了超过1.1万辆 在美国市场销量不到200辆 并且有美国汽车博主在测评当中 指称这款车是 那么问题来了 这是一家什么样的越南企业 这款车到底怎么样 怎么把市值炒到这么高的 越南指导真的要崛起了吗 这个视频我们亲自试驾了 WinFast旗下的两款车型 采访到了WinFast的设计公司 和特斯拉的前高管 也跟华尔街人士探讨了 公司的操盘手法 最后的故事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好好的挖一下 这家越南造车公司 WinFast WinFast has launched Vietnam's very first and fully fledged domestic car manufacturing plant WinFast is trying to do something not even Toyota and Hyundai could do when they were fledgling companies WinFast is a miracle for Vietnam we are thrilled to reach the my storm today Jim just tell me first of all WinFast where does it come from 那么要说到WinFast 就要说说它背后的母公司 在越南大名鼎鼎的Win Group Win Group的创始人名为潘志望 那他出生于1968年 从小家境贫寒 但很早就展露出了经商头脑 19岁的时候 潘志望考上了河内矿业抵制大学 大学里边他的数学能力 帮他拿到了前苏联莫斯科地质 勘探学院的奖学金 于是他就去了莫斯科留学 1993年的时候 苏联解体 伴随着时局混乱 潘志望和家人搬到了乌克兰 那么当时乌克兰人缺乏食品 潘志望向家人和朋友 东拼西凑的借了一万美元 在哈尔科夫开设了一家越南餐馆 而事实证明 潘志望的眼光非常的准 物美价廉的越南餐馆的生意非常的好 很快潘志望又从越南进口了一条生产线 用来制作和烘干拉面 销量也非常的不错 那么当时经济萧条 消费力萎缩的乌克兰市场 急迫的需要一种既可以填饱肚子 价格低廉 还有一定营养的食品 那么当时潘志望认为 方便面将会是一个 很好切入市场的产品 于是潘志望决定 主把大的 他关掉了生意还不错的餐馆和面条业务 借了月息8%的高利贷 成立了Technocom公司 那么旗下是开了乌克兰 唯一的一家方便面工厂 品牌名为米维纳 那么为了快速的抢占市场 潘志望一口气是生产了50万包配料 连同越南主题的日历一起的免费赠送 他读对了 那么就这样 潘志望成了乌克兰的加工食品之王 2010年 当他以大约1.5亿美元的价格 将公司出售给雀巢公司的时候 潘志望的面条公司 Technocom的收入已经达到了1亿美元 但是无论如何 乌克兰方面面生意的天花板毕竟有限 那么潘志望将眼光放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市场 越南 在2001年的时候 越南将重心开始放在了发展经济上 潘志望也回到了越南 这次他看好的是房地产行业 这个行业潘志望也看得非常的准 一个上代发展的地区 如果要经济腾飞 那么房地产肯定会先起飞 那么果不其然 在之后的几年 越南的房地产热潮是一路的高涨 越南国内资本还有外资 都是疯狂的涌入房地产的赛道 那么潘志望在2001年 亚装建成了第一个房地产项目 叫做VinParel 2004年在河内建成了第一个VinCom商城 之后是顺应着越南的经济风口 日益的壮大 2009年 潘志望将为乌克兰的Technocom 食品公司卖给了雀巢 并且对旗下的VinCom和VinParel 进行了合并 更名为VinGroup 那么这个时候 VinGroup的业务就已经涵盖了高端的公寓 显自楼 商业综合体和大型CBD的开发 包括了酒店 度假葱 还有主题公园的开发经营 还有餐与娱乐 教育 还有保健服务等等 2013年的时候 潘志望首次登上了福布斯富豪榜 是2013年唯一上榜的越南富豪 也是第一个登上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的越南富豪 那么根据The Economist的杂志 2022年第一季度的时候 VinGroup集团加上 它旗下两家分拆上市的死公司 VinHomes和VinCom Retail 权重一共是占据了MSCI越南指数的超过20% 年收入相当于越南GDP的将近2% 好了 那么这就是大概的周围越南富豪的故事了 我们从潘志望之前的履历当中就能够看出来 它其实并没有造车的背景还有经验 那么首富们为什么都想要造车呢 那么这就要将时间拉回到2017年了 潘志望对经济的敏感性应该是很强的 从经济学人福布斯等等杂志 对VinGroup的采访当中就能感觉到 潘志望意识到公司不能够过度的依赖房地产 越南的经济增速在放缓 房地产行业的前景也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图中 虽然VinGroup最近10年收入revenue那一栏 在不断的攀升 但是调整后的净利润Net Income 却是逐年下滑的 19年之后每年的利润都是负的都在亏钱 所以整个集团需要一个比房地产更好的业务 那么这一次潘志望看上的是科技行业 那么VinGroup已经尝试过好几次 进军科技行业了都已失败告终 比如说在2018年啊 进军智能手机搞了三年 推出了19种的手机型号 结果呢 越南以及东南亚手机市场 还是被三星 OPPO 苹果 小米 vivo 等中国 韩国 还有美国等等 手机制造商分走 VinGroup在2021年呢 是宣布停止生产手机 那么在电视行业上也是一样的 VinGroup是推出过五种的电视型号 但是都被三星 索尼还有LG是打得落花流水 无奈啊也只能在2021年的时候 宣布退出市场 而这个时候啊 面临转型压力的VinGroup 在科技行业的布局呢 就只剩下VinFast这一块业务了 潘志望再次的下注 All-in汽车行业 赌一个未来 The launch of Vietnam's first car manufacturing plan is celebrated with a sense of national pride 从2017年的时候 潘志望就开始捣鼓VinFast了 那么一开始 潘志望是豪制了15亿美元建造研发大楼 购买了通用在越南的生产线 并且重金挖来了 在通用工作37年的全球制造 执行副总裁James De Luca 还担任CEO 那么在第二年 VinFast便推出了Lux A2.0 和Lux SA2.0这两款车型 这两款车型是基于上一代宝马5系 和宝马X5打造的 发动机也是宝马淘汰下来的N20发动机 那么在其他环节上 我们看到设计是交给了 设计过法拉利的Pini Farina工作室 工程和研发靠的是 加拿大代工巨头麦格纳 世界上最大的压力机制造商 德国舒勒集团去搞定冲压 由世界领先的机械设备 企业德国杜尔解决涂装 德国艾森曼和EBZ集团 负责装配车件的工作 其中艾森曼是兰博基尼还有特斯拉的供应商 发动机车间依赖FFG欧美集团 和奔驰以及大众的顶级供应商 Rob Work的技术 而连续24年 挤身全球500强的工业设备公司 ABB为车身车间提供了 大约1200台的机器人 那么很明显 这样采购拼接 大量成本的投入 使得汽车售价并不便宜 Lux A2.0的价格 是高达了9.9亿越南顿 大约是人民币 而是9万元 理所当然没有什么人买了 那么潘日望也知道 杂钱组装出来的车 只是拿来这点面子的 要卖给老百姓 还得换个实惠的 所以接下来基于通用汽车 在越南生产的欧宝Cover Rocks WingFest是重新设计 并且改名为Fadio 那么价格是压到了 大概4.23亿越南顿 换过来是12万人民币的样子 那么这次市场买账了 在2020年的时候Fadio这款车型 是卖了1.8万辆 是敲开了燃油车的市场大门 但是大家看看 当年越南的汽车市场的格局 燃油车前几名 被日本的丰田本田马斯达 韩国的现代奇亚牢牢的控制 WingFest如果硬打 燃油车市场会非常的困难 所以WingFest率先转型电动车 希望去玩到超车 在越南WingFest的声势是浩大的 2021年11月 WingFest推出了首款的 新能源汽车VF134 之后又陆续推出了 SUV车型的虎座VF8 和7座的VF9 而更小一些的车型 VF6和VF7计划在 2023年第三季度交付 其中VF8卖得很不错 已经占据了 越南电车市场的半壁江山了 但是越南的电车市场蛋糕 目前实在是太小了 那么燃油车加电车的年销量 才不到29万辆 那么对于电车的需求更小了 可能也就1万辆左右 而WingFest的砸钱 已经是非常的狠了 照顾书中显示 2021年WingFest 净亏损13.48亿美元 2022年净亏损21亿美元 那么显然 越南市场装不下 潘日旺的野心 也打不平WingFest的投资账 于是潘日旺将目光 放在全球化市场上 包括最难打入的美国市场 2022年 潘日旺宣布花费40亿美元 计划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 建立汽车工厂 准备年产数十万辆的电动车 当时美国拜登总统 还发推文祝贺 称此举将为美国 带来7000多个就业机会 说WingFest的入驻是 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 奏效的最新案例 你带来新商品到美国 然后它是Vietnam 它是Vietnamese的 商品 你怎么评论 和如何建议 相信民众民 我觉得这是一种 最大的挑战 我看 BeingFest的 目标是在这种 中心的融合适合 的一些比较 那目前在美国 越南制造被寄予厚望 一些市场观点认为 中国的造车新势力 无法进入庞大的 美国市场 那么美国呢 还会诞生一个 对标特斯拉的造车企业 那么以前 处在这个位置上的是 比如说Lucid 还有Rivian等等 被资本市场 热捧的名字 这两家新能源 汽车公司 也都曾经达到过 千亿的市值 但是现在 他们的市值 都只剩下了零头 那么 WingFest会爬上这个位置 对标特斯拉吗 无论拜登政府 给出如何的合作姿态 美国的市场 目前是不买账的 2023年 刚登入美国市场的WingFest 又多次的召回 已经交付的汽车 2月份是检查和更换 连接前置动前 和转向节的螺栓 5月底的时候 又紧急的召回 向往北美的 第一批新款电动车型 BF8 那么召回的原因 是软件错误 可能会导致 多功能主机 MHU显示屏变为空白 而截止到9月初 我们硅谷101团队 前往WingFest门店 试驾的时候 WingFest在美国的销量 还不到200辆 而且被各种 美国的评测达人 还有机构各种的毒蛇 直接称这是美国最差的车 那么WingFest 真的有这么的差吗 正巧WingFest 在加州硅谷地区 开设了他们的第一家门店 可以去试驾 我们硅谷101团队 研究小组中的 汽车爱好者军舞 就充当了一次的测评师 带我们去试驾了一回 驾驶体验怎么样呢 总的来说 我觉得还算比较中规中矩的 驾驶体验我一般会分为 动力操控 以及乘坐的感受 舒适性 这三点来去感受 动力方面呢 一开始上去 感受了基础款 我觉得这还是电动车吗 就感觉车身很重 然后加速 也比较慢吞吞的感觉 但后来开了 这个plus的增强款 那哇 这个终于有一点电动车 加速灵灵的感觉出来了 操控的话呢 它这款车呢 意料之外 转向确实有点轻 就是没有什么路感的回馈 真的就像开一个电脑游戏的这种感觉 但是这也不是什么坏处了 有些朋友也是会喜欢这样的感觉的 那第三点就是乘坐体验 我确实倒觉得 它们的悬挂 包括整个乘坐的舒适性 还是不错的 当然这里不是要黑特斯拉的意思 但是我做了特斯拉的Model 3的后排 有些时候确实有一点点点 在做这个车的后排 包括车前排 总的来说 这个驾驶体验还是比较舒适的 所以这是我开下来 这个开车的一个 一个比较直观的路感 那我自己的感受也是类似的 我看到的是一款很有想法 很有野心的拼合怪 把什么功能啊 都试图的往里加 但是有一些功能比较好用 比如说舒服的座椅 但是有一些呢 就不一定能够正常的使用 比如说导航在平式显示器 HUD当中的显示 和车尾感应开关后备箱 不断跟我们说 你要是这个 你要是那个 我们试了半天 大家都没有在那个显示那里显示出来 对 所以确实整合可以做得更好 VF8呢 是由大名鼎鼎的 设计了多款 法拉利和马沙拉蒂车型的 意大利设计事务所 Pini Farina操刀 车身啊 像宝石捷 Macan和卡燕的合体 尾灯呢 像福特 Master Marquis 内饰的按钮啊 像烂博基尼 但是用料塑料比较多 那么这辆车配置还行 有座椅通风 不过呢 是吹风式的 时间一长啊 就感觉凉嗖嗖的 隔音明显啊 比特斯拉要好一些 但是悬挂调校一般 该有路感的地方没有 该过滤掉颠簸的地方呢 还是挺颠簸的 基础款的油门踩完半秒 大约有反应 增强板会稍微的灵敏一些 转向的反馈啊 基本上没有 感觉呢 像是在玩游戏 那么Vinfest采用的都是 顶级企业的先进技术 简单来说就是中国的 新能源供应链了 那比如说电池呢 来自于国宣高科 毫米雷波达 来自于行易道 HUD平式显示系统 来自于华洋电子 电池相提总成 来自于微塘工业等等 2022年10月份 Vinfest还与宁德时代 签署了战略合作 谅解备忘录 基于CIIC宁德时代 一体化智能底盘等项目上 进行深度的合作 那正是因为供应链 都不在自己手中 让Vinfest的造价 很难再低了 BF8最初的定价 是在55500美元 但是在今年的月份 Vinfest将价格 下调到了46900美元 那么作为对比 特斯拉Model 3 在试义收减免之后 售价只有大约3万美元 那Model Y呢 不到4万美元 还有一个像Level 2的 那个Auto Pilot这样的一个功能 然后也是所谓的 可以Auto Steer 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说 鼓吹特斯拉的产品 做的就是完美无缺 但是至少特斯拉的 这个自动转向 它会是一个比较主动的 它知道路在哪里 它会把它去Steer 那这一个呢 Lean Fast的车 我体会下来 更像一个我们传统说的 Lean Keep Assist 就是当你觉得 这个车要偏离道路的时候 有点这种被动的 再把它拉回来的感觉 虽然它标榜说 还有Level 2的 Level 2 Auto Pilot 或者说Auto Driving 但我个人感觉技术上的积淀 跟这个领先的一些公司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目前美国市场 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电车市场了 其中特斯拉会分掉 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 那么这样的一个自身 没有研发经验 又没有什么特色的车 就算有中国的供应链加持 就算有法拉利涉及团队的奢华感 但是距离挑战特斯拉 还是太远太远了 总的来说 就是一个外表上感觉 很努力想要成为一张很好的 在美国第一款的电动车 但是细节呢 还是有很多可以打磨的地方 所以WinFast如果要说服市场 那么目前拿出的 十年保修的诚意 还远远不够 我认为特斯拉会 执行市场的市场 他在市场上五年前 所以他在市场上五年前 他在市场上五年前 特斯拉的利益是 他已经有自己的基础 他已经有自己的服务中心 自己的责任 如果不能挑战特斯拉 WinFast的未来又在哪里呢 也许潘日旺从一开始 就耍了一个小心思 在资本市场进行炒作 那么这一炒 直接把这样的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越南车企 炒成了全球市值第三的造车巨头 虽然这个泡沫也没有持续多久 WinFast从很早就开始筹备 美国上市的计划 但是在2022年年底 WinFast第一次在纽交所申请上市的 231美元规模的IPO 选搞失败 那之后潘日旺就转向了 霍尔街另外一个快速的上市渠道 SPAC 那么SPAC是英文 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的简称 翻译过来就是 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那么与传统IPO不一样的是 只要你和一家已经上市 但没啥业务的公司收好 组建一个Special Purpose Company 特殊目的公司 然后用这个特殊目的公司收购 想上市但是上不去的公司 就能够跳过SEC的审批程序 快速的上市 2020年 SPAC这一上市模式 在美国资本市场义军突起 这使得很多通过SPAC上市的初创企业 随着疫情期间的美股牛市 催生出了无数的泡沫 那么很多SPAC股票大幅度飙升 吸引了众多散户纷纷的进场 这期间包括财务上面临巨额亏损的 多家电动创业汽车公司 像Nicola,Lucid Motors,Karma,贾跃亭的 法拉第蔚来等等 都是通过的SPAC上市 但之后随着美联储开启加西周期 市场寒冬来临 很多SPAC股票跌幅高达99% 那么VFAST用SPAC上市的时候 美股上的SPAC热潮 其实已经消退了 但是正因为美国法律监管 对SPAC游戏规则上的疏漏 SPAC的玩法可以有很高的自由度 而这样的低门槛和高的自由度被潘日旺给玩出了花 来,我们来看看VFAST是怎么把自己抬到全球市值第三高的车企的 潘日旺的SPAC核呢 找的是一家名为Black Spade Acquisition的公司 这家公司名气不大 来头却不小 它隶属于新豪国际旗下的黑桃资本 新豪国际的主席就是何尤隆 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赌王和鸿燊的二儿子 所以这次上市也被称为是与赌王之子联手造车 那么监管文件显示 潘日旺将在合并VFAST和Black Spade Acquisition之后 控制合并实体的99.1%的股份 协议保健人和Black Spade的初始股东拿0.2% Black Spade公众股东拿0.7% 那么2023年8月15号 VFAST通过SPAC登陆了NASDAQ交易所 上市首日VFAST的上市价格是10美元 开盘价为22美元 收盘价为37.06美元 收盘价较发行价上涨254.64% 以收盘价计算 VFAST市值高达860亿美元 那么之后VFAST股价坐着过山车暴涨又暴跌 开盘首日之后 VFAST股价经历了连续三天的下跌 股价腰斩 等到8月22号 VFAST又再度的上涨108.87% 公司适时回到了852.72亿美元 接下来的一周股价继续震荡上行 直到8月29号上涨超过35% 时时达到了2160亿美元 来到全球汽车市值第三位 一时间全球媒体信箱报道 那么问题来了 是怎么做到的呢 VFAST设定的可交易流通股数量极少 在VFAST发行的23亿股股票当中 流通股占总股本的不到1% 大约不到1300万股在流通和交易 而一般正常上市的普通的一些企业 不管是做车的还是科技企业也好 一般来说 比如在美国的话 一般是超过90% 比如说在美国很多的车企也好 通用汽车 福特也好 他们基本上流通股都在95%以上 而对于VFAST来说的话 它流通股数1% 就告诉大家 它是一个很容易被实际控制人操盘 控盘这样一个做法 因为你可以用一个很小量把你的统架 或是你的事实做到一个你需要的地步 这里爆出来的数据大约是1300万股 其实可能不止一点 因为为什么呢 还要给投行啊 券商啊 他们可能会给个几百万股 估计可能也就是1700万股这样的吧 而在过去的交易日 把股票这两周的股票加起来换手的话呢 已经是一亿股的换手了 那换句话说 这个股票呢 没有就是说都是这些人买进买出 在那里倒腾 在那倒腾 就是平均的就是只有一天第二天 就是说day trade的在这里 在这个专家的带领下 在专家的带领下的这个是上下的波动 而上市的前两周啊 已经换手了一亿股 那么这意味着 每只流通股都被交易了七八遍 并且啊 在流通股如此稀少的情况之下 根本借不到股票进行做空 目前来说的话是没有办法做空 比如说我们自己做一个一个机构投资人 理论上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做空嘛 对我们觉得这个股市很趋高了吧 但是由于它现在的流通股太小 现在可供交易的股票数是很少的 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去借到这样一个可以做空的股票 所以你不管是问大的鞋头好 UBS也好摩根斯坦里也好 高尘也好 目前是接不到股票的 那么在美股交易上啊 当天的公司市值呢 是按照二级市场上的流通股 当天的收盘价格乘以公司的总股数 那么数据显示WinFast的总股数在23.21股 所以呢WinFast只要将总股数不到1%的流通股 价格买上去 按照这1%的可交易股的收盘价计算 这个公司的市值呢自然迅速的攀升 WinFast的盘中最高价达到过93美元每股 最高收盘价在8月28号达到了82.35美元每股 那么总是只是接近了2100美元 在全球车企中排名第三 个人观点啊 仅是个人观点 我觉得10美元都高估了 当然这个估值是因人而异的 你看我们这个像蔚来啊什么的 它也有近200亿美元的估值嘛 我觉得如果就算对标蔚来的话 它已经在中国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了 不管是用户基础 还是它构建的这种网络 那么这家越南的这家公司有没有呢 很显然是没有的 那我觉得其骂我 把它缩个90% 我觉得是不为过的 当然是个人观点 我肯定比较极端一点 然而呢 这样的资本市场炒作是终究不可持续的 WinFast的市值最高的时候呢 一度是达到了2100亿美元 潘日旺的个人财富呢 也达到660亿美元 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16位 而如今在我写稿的时候 WinFast的股价已经跌破了 发行价 公司的市值也跌回到了200亿美元左右 潘日旺的身价呢 也因为WinFast的股价回落 而跌到了50亿美元 全球排名636位 一场华尔街资本造梦的泡沫 快速破灭 从SPAC上市到全球市值第三的车企 再回落到上市价格 这场梦只持续了16个交易日 那么潘日旺和WinFast 在这场资本闹剧中得到了什么呢 至少是市场关注度 在我们市价的过程中 店员就告诉我们 因为股价和新闻头条 前来市价的人多了很多 但同时潘日旺的电车之路挑战 才刚刚开始 未来好几次 差点倒闭 比特斯拉的产能定义等等 潘日旺也至少都得经历过一遍 在欧美等竞争激烈的发达市场中 一个来自亚洲的新品牌 特别是汽车品牌 需要长时间的输出信任和质量的一致性 这个时间账对于年年亏损的WinGroup来说 不一定能够耗得起 什么管理能够做 或什么公司可以做 去承证 或去证明自己的市场 说我们是一类型品牌 我们有很好的尊重 然后我们在这些年代里的家庭 什么客户和用户看起来 如果他们有新品牌 尤其是一些新品牌 尤其是一些新品牌 而是新品牌的信息 我认为汉Di 2005年 他们升到23个人的Quality JDPOWER 当我回到汉Di 他们升到3个人的Quality 2000s it was a car that you were going to have to repair throw away not not really have good quality or value now it's the highest ranked jd power vehicle so it takes time to prove that reputation it's a brand new automaker so you have to prove that your quality is going to be good and sustainable and that comes with repetitive and mass production the more they can produce the better the quality because it comes over repetition and in time so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hat quality initially right off in any brand you have to build that and it comes with time reputation and and repetitive you know repetitive manufacturing 从去年9月开始因为越南跟随美联储连续的加息越南房地产又开始缓慢的下跌 那么为了反旧房地产越南又开始降息叠加国际局势变化那么越南的实体产业和出口开始萎缩 降息反而加速了房地产的崩盘那么乌漏偏逢连业与房地产和亏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中国的新能源车企就已经打到驾门口了长城汽车在2021年在泰国建厂并且投产2022年9月份比亚迪在泰国建厂 2023年7月份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就报道吉利打算在马来西亚投资100亿美元 此外上汽集团也分别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设立了工厂 那么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今年7月份最新的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电动汽车销量已经占据了东南亚电动车市场75%的份额 无数车企的成功或失败的故事向市场证明 勾端制造业尤其是造车这么复杂的制造业投机取巧是行不通的 无论是法拉利宝马奔驰还是特斯拉 亦或是中国如今做的最好的车企们 都是经历了在激烈的本土竞争 然后艰难全球扩张的进程 然后才有资格获得国际投资源的肯定 才能够获得稳定的估值 还有文件的股票涨幅 但是在WinFast的越南制造故事当中 我们看到这一切都被加速了 没有本土供应链 没有技术 没有优秀的产品 甚至还没有在本土市场战胜国际大厂 就这么匆匆忙忙的上市进军美国市场 结果自然是被打回原形 而WinFast的扩张还会持续 那么贪期望这一次登佛图队 我们拭目以待了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硅谷101 我们也会就东南亚制造出更多的选题 那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账号 你们的留言点赞还有转发 是对我们做深度内容的最好支持和动力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 Bye Bye